国会大厦冲击事件后,美国极左派对川普的支持者发起了广泛的打压行动。 联邦调查局FBI也公开鼓励民众举报暴徒。 近期,竟出现了参加华盛顿抗议活动的川普支持者被自己的同事或亲人举报的现象。 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内阁未定,拜登将启动B计划。 拜登计划从职业公务员队伍中选拔出代理负责人,来保障下周上任时,一些机构能正常运行。 中国大陆中共病毒疫情日益加剧,截至目前,大陆已有29个省、区、市要求民众就地过年。 黑龙江省无论有没有疫情,一律封城,近4000万人遭隔离。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希望之声TV,我是宛婷。 今天是美中时间的1月14号星期四,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国会大厦冲击事件后,美国左派对川普的支持者发起了广泛的打压行动。 联邦调查局FBI也公开鼓励民众举报暴徒,近出现了参加华盛顿抗议活动的川普支持者,被自己的同事或亲人举报的现象。 根据媒体CTV News报道,美国马省的18岁女孩杜克,日前在推特上晒出一段视频,一名黑人女子突然动手打人,引发了一次小范围的骚乱。 这个女孩表示,被打的人就是她的母亲,还同时贴出了自己的母亲在现场被打的口鼻流血的照片,并嘲讽她的妈妈去参加集会。 虽然她还不知道她妈妈目前的下落,但她一点也不后悔自己对母亲的责难,声称自己的母亲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女孩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她母亲在华盛顿国会山前参加和平的集会抗议,那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美国人的合法权利。 而且她的妈妈被殴打受伤,并不是她自己的错,而是那个殴打她妈妈的人。 更令人震惊的是,还有不少人在杜克的帖子下留言,称这个女孩为英雄。 冲击国会事件发生后,FBI公开搜集参与冲击国会大厦者的线索,而在主流媒体的强力宣传攻势下, 事态很快演变为公开鼓励人们举报自己身边的同事、友人甚至亲人, 不断有消息传出,参加了1月6号华盛顿集会抗议的川普支持者,面临被公司开除或被学校除名的危险。 社交媒体上有网民披露说,有一个儿子举报了参加集会的母亲,导致她的妈妈被其工作医院开除。 而在该贴文下,还有人留言称,当我得知我妈妈也参加了集会以后,我昨天做了同样的事情,举报了她。 根据NBC电视台报道,纽约消防局已经向FBI交出了自己的机构中,参加1月6号华盛顿集会的人员名单。 事实上,美国国防部1月8号曾发布一份公告,表明美国国防部对1月6号华盛顿抗议活动的定性是, 行使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人们的权利。 而对于部分人闯入国会大厦并采取了暴力行为, 川普及其政府要员都公开进行了谴责,并要求将实施暴力犯罪的人绳之与法。 但他们也清楚地指出,少数人在国会大厦进行的暴力犯罪, 并不能代表川普的支持者的集会抗议活动不合法。 广大民众的大规模和平抗议活动,也不是主流媒体所宣传的叛乱或者政变。 对于上诉举报行为,网友发推文评论表示, 奥威尔在1984一书中写道, 这些孩子们被系统的教育,反对他们的家长,监视他们, 报告他们的动向,家庭已经成了思想警察的外延工具。 对于中共党文化培养出的这种所谓的大义灭亲的告明恶行, 是怎样破坏了中国社会传统的人伦理念, 并导演出一幕幕灭绝人伦的悲剧, 来自中国的民众有着十分深切的体会和认知。 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以内阁未定拜登启动B计划为题报导, 拜登团队过渡官员表示, 拜登计划从职业公务员队伍中选拔出代理负责人来保障下周上任时, 一些机构能够正常运行。 拜登今天敦促联邦参议院在处理川普总统弹劾案的同时, 也需关注新政府实施计划的优先事项, 必须迅速通过他的内阁成员任命案。 川普总统上任前已有两名获得确认, 但是目前乔·拜登在下周三上任时, 外界尚不清楚他是否会有几位内阁成员到位。 目前参议院第一次任命听证会定于星期五举行, 即参议院情报局特选委员会对拜登的国家情报总监提名人 埃弗里尔·海恩斯进行听证。 然后1月19日,参议院安排了对另外四名候选人的听证会, 他们是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 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国土安全部长亚利杭德罗·马约卡斯和国务卿安东尼奥·布林肯。 本周三,联邦众议院通过对川普总统的第二次弹劾议案, 但仍需参议院进行表决。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内尔表示, 由于时间过于仓促, 弹劾案不会在拜登就职前进行紧急审议, 意思就是说川普不会在任内被弹劾。 中国大陆中共病毒疫情日益加剧, 临近中国传统新年, 一年一度的大陆春运返乡潮成为各界焦点。 截至目前, 大陆已有29个省区市要求民众就地过年, 上海更罕见地要求民众近期非必要不能离开, 一些地方也以不同方式禁止人员流动, 但民众认为回家过年团聚才是最重要的。 近期, 黑龙江省及河北省的本地疫情升温, 而且都呈现向其他省市扩散的趋势。 中共卫健委13号通报, 为防止疫情扩散, 河北省执行逢车必查, 逢人必测温, 闭合身份, 避验健康码的严格查控措施。 黑龙江省望奎县的疫情, 已经扩大到了三个省, 即黑龙江、吉林、山东, 还有六个城市, 即隋化、哈尔滨、 奇奇哈尔、伊春、长春、威海。 河北的疫情也关联山西、新疆和浙江。 本周三, 黑龙江省政府宣布, 该省已经进入应急状态, 并下令省内3750多万居民原地不动, 无论有没有疫情一律封城, 近4000万人遭隔离。 中共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米峰对媒体说, 中国国内多地报告, 本土扩散病例和聚集性疫情, 呈现持续时间长, 涉及范围广, 传播速度快, 患者年龄大, 农村比例高等特征。 有些地方出现了社区传播和多代传播。 那么好, 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支持我们的YouTube频道,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打开小铃铛, 您的订阅和转发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 我是婉婷,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